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华尔街股市节目 今天我们将深入探讨最近市场的剧烈变化 华尔街股市在美联储主席杰罗姆·鲍威尔即将发表演讲的前夕 出现了下滑 标普500 道琼斯和纳斯达克指数 皆告付 投资者们无不秉析以待即将揭晓的利率变化 我们也将关注费城联储主席帕特里克·哈克的言论 他对9月降息池支持态度 这一消息可能会引发市场反弹 而Peloton则在经历了9个季度的低迷后 首次实现了销售增长 股价一度飙升 令人惊讶 随着新冠疫苗的最新批准和通用汽车与Uber的无人驾驶合作计划 我们也将看看这些发展对市场的潜在影响 更重要的是 市场的未来走向似乎正受到美联储政策的深刻影响 专家们对降息的预期各有看法 这无疑将成为投资者的焦点 最后 全球经济的波动也引起了广泛关注 尤其是美国经济是否会面临衰退的风险 这些都是市场参与者需要密切关注的讯息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各位观众 欢迎收看今天的华尔街股市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今天我们要讨论的是来自CNBC每日开盘报告的一篇重要文章 标题是 鲍威尔演讲前股市下滑 这篇文章提供了我们所需的一切最新信息 让我们了解影响市场的关键因素 首先 让我们从整体上来解析一下这篇报道的内容 文章开篇集指出 由于美联储主席杰罗姆·鲍威尔 即将在怀俄明州杰克逊霍尔发表演讲 华尔街股市出现了下滑 具体数据方面 标普500指数下跌了0.89%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了0.43% 那斯达克综合指数则下跌了1.67% 尽管这些指数在交易时段内曾有上涨迹象 然而最终都已下跌收场 与此相对应的是 10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上升了接近9个基点 达到3.862% 而美国油价则在抹去2024年的大部分涨幅后 上涨了1.42% 文章接着介绍了费城联储主席 帕特里克·哈克的观点 在接受CNBC采访时 他表达了对9月降息的支持 并认为这是应对通胀趋势 和劳动力市场疲软的一种必要措施 尽管哈克还未决定降息幅度是25个基点还是50个基点 他强调美联储应当 有条不紊的进行 并提前充分预告 接下来的重点是Peloton公司 由于削减成本和专注盈利能力 这家连接健身公司在9个季度内 首次实现了销售增长 其第4季度的销售额增长了0.2% 达到6.436亿美元 同时亏损也从去年同期的2.418亿美元 缩小至3050万美元 受此利好消息影响 Peloton股价一度飙升40% 与此同时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批准了辉瑞和莫德纳更新的新冠疫苗 这在夏季新冠病毒激增的背景下 显得尤为重要 新疫苗针对的KP2毒株 虽然现在只占约3%的新冠病例 但两家公司都表示 这款疫苗能够对其他变种 如KP3和LB 亦产生更强的反应 此外 通用汽车的Cruise与Uber合作 计划最早在明年为Uber用户提供 无人驾驶乘车服务 此举正值Cruise试图在去年发生严重事故 和随后的调查后 重振其机器出租车业务 而Uber在2018年发生致命事故后 放弃了自己的自动驾驶项目 现在则与其他开发商 如谷歌的Waymo合作 最后 Net Davis Research的首席美国策略师 Ed Cliso表示 随着标普500指数 接近其7月的历史最高点 股市可能在本周出现的 两个有利信号后反弹 尽管交易员们 无论是在家工作 还是在办公室 东部时间上午10点 都将暂停手头的工作 聚焦于美联储主席鲍威尔的演讲 现在 我们从不同的角度来 深入分析和评论这篇报道 首先 从市场心理角度来看 股市的下滑 反映了投资者 对即将到来的鲍威尔演讲的紧张情绪 这种情绪 在一定程度上 受到美联储 是否会在9月降息的 不确定性所驱动 费城联储主席 哈克的支持降息观点 无疑给市场注入了一些信心 但投资者 显然希望在鲍威尔的演讲中 找到更多明确的指引 因此 市场在等待中 表现出波动和不安 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从经济学角度看 哈克的降息主张 反映了美联储内部 对当前通胀趋势 和劳动力市场表现的担忧 通胀的持续上升 和劳动力市场的疲软 都可能对经济产生长远的负面影响 因此降息被视为缓解这些压力的一个重要工具 然而 降息的幅度和时机仍然需要谨慎决策 以避免可能的经济过热 或进一步的市场不稳定 从企业经营角度来看 Peloton的复苏故事是一个典型的案例 通过削减成本和专注盈利能力 Peloton在九个季度内 首次实现了销售增长 该公司的策略显示 即便在艰难时期 通过优化业务模式和成本控制 企业仍能找到增长的路径 这为其他处于困境中的公司 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 新冠疫苗的批准 则显示了公共卫生与市场之间的紧密联系 随着新冠病毒的持续传播 疫苗的更新和批准 不仅可以保护公众健康 还能为市场带来新的投资机会和信心 辉瑞和莫德纳的新疫苗批准 无疑将对其股价和市场整体情绪产生积极影响 无人驾驶技术的进展 特别是通用汽车的Cruise 与Uber的合作 也展示了技术变革对市场的重大影响 尽管无人驾驶技术面临诸多挑战和风险 但其潜在的市场机会和前景仍然巨大 此次合作不仅有助于提升 Cruise和Uber的市场竞争力 也为整个无人驾驶行业注入新的动力 最后 从宏观经济角度来看 市场对美联储降息的期待和焦虑 是当前经济环境的一个缩影 虽然一些经济学家认为降息是必要的 但另一些人则担心 过于激进的降息可能带来的风险 鲍威尔在演讲中如何平衡这些观点 将对未来几个月的市场表现产生深远影响 综上所述 今天的市场动荡 与美联储的政策预期紧密相关 投资者对即将到来的鲍威尔演讲充满期待 但也表现出一定的担忧和不安 无论是费城联储主席哈克的降息主张 Peloton的成本控制策略 还是新冠疫苗的批准和无人驾驶技术的进展 所有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前市场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 大家能够更加深入地理解这些动态 为自己的投资决策提供更有力的参考 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华尔街股市 我们下期再见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在联储主席报威尔演讲前 华尔街股市下跌 我认为这无疑是市场过度反应 投资者应该冷静下来 因为历史上多次证明 美联储的决策最终 都是有助于稳定经济的 就像甘地说的 坚持真理的人中将胜利 市场也会最终回归理性 楚天书 你这话说的可真是有趣 市场过度反应 你难道忘了2008年的次贷危机吗 当时可是许多人都说市场反应过度 结果呢 一片狼藉 鲍威尔的言论可是会影响市场情绪的 就像莎士比亚说的 一言即出 四马难追 琪琪 你这魔说可真是有点启人忧天了 你知道吗 在美联储历史上有不少成功的降息案例 比如1998年 那次降息帮助美国经济度过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 降息的确会带来一时的波动 但长期来看却是稳定经济的重要手段 楚天书 这就是你乐观的问题所在了 你提到1998年那是个特例而不是常态 再说 现在的经济形势和当时完全不同 就像西方谚语说的 不要把所有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 你这么相信一个人的演讲就能解决问题 真是天真 琪琪 你的悲观情绪让我想到了一个笑话 一个乐观者和一个悲观者被关在一个同样的房间里 结果是悲观者先饿死了 市场是有自我修复能力的 正如牛顿第三定律 每一作用力必有一个反作用力 鲍威尔的演讲可能会引起短期波动 但市场最终会回到正轨 楚天书 你这么说倒是让我想起了另一个故事 一个乐观者摔下悬崖 喊着还好还好 我还没碰到地面 我们不能忽视现实问题 市场波动带来的风险是实实在在的 就像贾伯斯说的 活在当下 不要被过去的成功迷惑 我们必须警惕眼前的风险 思想先驱爆 成为有洞察力的人 华尔街电视特别节目 纽约时间 每天早上八点 李奇博士主持 和平评点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du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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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